種植與原產業部長拿督組萊達宣布 我國已經和印尼貿工部達成初步協議 預計在下個月中旬 引進超過32,000名印尼勞工來馬來西亞 投身遊增遊中領域 尤其是收割與加工處理廠 兩國也會先簽署合作協議 確保所有工人都符合防疫程序 包括完成接種兩劑疫苗才允許來馬來西亞 目前身在印尼雅加達訪問的祖萊達 是在拜會印尼貿工部長魯菲 以及人力資源部長艾達之後 殺來這項好消息 他也呼籲棕油生產國理事會 與我國並肩作戰 抵抗歐美國家背革我國棕油的行動 並且積極開拓中亞地區的油棕市場 以維持馬印兩國掌控世界九成油棕產品的優勢 換取得治個許多 所以,我們的位置 所以,我們先推出